大家好,今天去超市买了两块鸡胸肉 挑战一下 10块钱能够做多少像肯德基那样的黄金转块 鸡胸肉洗干净后,改刀切成小块 外面卖的黄金鸡块,孩子特别的爱吃 但是分量太少了 有些地方10块钱都买不到一份 于是今天买了它的原材料鸡胸肉 回来再加自己试一试,能不能做出来 把鸡胸肉直接放到绞肉机里面 洗到绞肉机,把鸡胸肉打成肉泥 把鸡胸肉末倒到大碗里 打入一个鸡蛋 加半勺食用盐 少许的13香 一点点白糖 再来少许的胡椒粉 半勺料酒 一点点蚝油 少许鸡精 来5毫升的牛奶 两勺玉米淀粉 直接下手抓拌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复合 抓匀以后像我这样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使得肉馅更加的入味口感更好 搅拌几分钟 肉泥已经上进 也能够成团 包在一起不轻易散开 拌开肉泥的中间 有拉丝的状态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准备一张油脂或者是保鲜膜都可以 把肉泥直接铺到油脂上面 再用手摊开 把肉泥整成长条状 然后像我这样用油脂 把肉泥卷起来 剪成一个圆柱体 卷起来以后 挤出里边的空气 再把两端拧紧 像这样把肉泥定型起来 放到冰箱 冷冻4个小时以上 先来调一个面糊 大碗里加入200克的面粉 再来100克的玉米淀粉 搭入一个鸡蛋 加一勺盐 一勺13香 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然后把所有的面糊混合均匀 搅拌成像这样子 非常的细密粘稠 没有干粉可力 提起筷子 能够缓动留下的面糊状态 就可以了 我直接把这个鸡胸肉泥棒 冻到了第二天 先来看看 非常好定型 这回把鸡胸肉泥 直接切成像这样的厚块 厚度大概是0.5公分左右 把切好的厚肉块像这样子 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 都裹上面糊后 就可以准备起锅炸汁了 起锅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大火把油温烧至五成热 也就是筷子放下能够冒细小的泡泡 这回要转小火 把裹上面糊的鸡块下入锅中 保持小火慢慢炸至 鸡块下入锅中以后 先不急着翻动 也可以适当的晃动一下锅底 防止鸡块粘锅 炸上五分钟鸡块定型 用筷子慢慢的翻动 放另一面来炸 因为粘连的就及时的分开 炸上七八分钟左右 能够看到鸡块全部浮起来 而且两面非常的金黄 用筷子才要把它发出空空的声音 像这样子就熟透炸好了 现在把鸡块夹出来控油 夹好的鸡块倒到盘里面 就可以准备开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鸡块的颜色 卖相 特别的诱人 跟外面卖的是不是很像呢 像不像的不要紧啊 就要看一下味道怎么样 来吃一口 外面酥脆 里面的肉质是非常的软嫩入味的 再上这个标配番茄酱 尝一尝 简直太好吃了 想不到十块钱能够做出这么多黄金炸鸡块 在外面买的话可能就小五块 自己在家里面做可以做这么一大盘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咯 而且在家自己用的原料啊油啊都是比较好的 在家坐着自己吃 干净卫生无添加 你也快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